車友們 繞過的車友們 中午五彎 剛剛早上的話是4點5代 今天KD的話幾乎是Toyota日 這一台的話就5代囉 剛剛的4點5代可能跟板上5代的車主 車型不太一樣 這一台的話就是真正的5代了 有車友嗎 哈囉 現在安裝的跟早上經理做直播的話都是一樣的 裝的是KT的道路板 然後後方的話也有加裝仰角調整器 那因為還有一支仰角調整器還沒有裝上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跟早上的4點5代的有什麼不一樣 先來看一下原廠的好了啦 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後方的仰角 這個已經是TNGA的底盤了 TNGA的底盤跟4.5代不太一樣了 形式的話也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一樣有分左右邊啦 一樣有分左右邊 然後改裝的話 改裝的話它就沒有分 因為角度不必做分別 這個是R 這裡有寫一個R 這個是右邊的仰角 但原廠的啊 這個仰角沒有辦法做角度的改變 所以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這個仰角調整器不是KT做的 這個是SUMIT的產品 這個跟早上的樣子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4代跟5代的底盤是不一樣的 這邊的形式也不同 那這一個的調整方式是靠中間這個銀色的 這個算是螺栓啦 螺栓的話旋轉 它的長短度就會改變 它的後輪啊 這個Camper的角度 這個Camper的角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叫仰角調整器 SUMIT的 那這個仰角調整器要記得要慎選 因為如果啊 仰角調整器的材質不良 或者是說設計不良的話 就有可能在行駛間的話斷裂 那行駛間的話斷裂是有可能會有危險 那後輪的話整個會凹下去的 所以這個仰角調整器 這也是台灣搭品牌啊 台灣的話啊 仰角調整器的話大概就兩個品牌啦 這個是橘色的是SUMIT的 有一個是藍色的HARIS 那其他的話也還有很多的品牌 但是設計上的話要注意喔 材質上的話也得注意一下 這個是仰角調整器 那 那麼來看一下後方的桶身好了 後方今天沒有小邊耶 所以我的鏡頭是架著的 這樣會比較穩 可是不會隨著我跑來跑去 來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這個也是日本知名品牌喔 日本最大做避震器的廠牌 應該是KYB 第二品牌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字是顛倒的 TOKIKO 這個也是大品牌 那為什麼很多的車友啊 都像今天的車友 車主一樣 覺得啦 這台車可能家裡面的人坐前面 剛剛車主是說 連家裡的長輩坐前坐都會覺得有點暈 那最主要是因為這台車的底盤設計 本質是不錯 因為TNGA的本質已經很好了 可是它在像這樣的避震器設計上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所以後座的乘客 或者是家裡面的人啊 乘坐起來就很容易會暈車 那為什麼要改KT KT的話 高低 高低能調整 可以把車高降低 那為什麼車高降低之後就會變武 我們可以在路上看到一些跑車 它的車高都是比較低矮 所以重心變低之後就會比較穩 然後這個高低可調整 阻尼啊 軟硬度也能調整 像這個是原廠的 它做得很軟 KT的啊 就算做到最軟 它的軟硬度還是比原廠還要硬 所以KT的軟硬也能從這個避震器的上方啊 有一顆旋鈕 從那個旋鈕來調整 檢正筒阻尼的軟硬度 所以KT都能調整的 那前方的話比較沒有什麼好介紹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彈簧還蠻長的 KT的設定 這一台車 前面道路板的話是配大捲式的 燈籠狀的7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230長 6公斤的規格 前期後6 那沒有分什麼四驅或者是油電 規格都是共用的 那我來看一下 原廠前方的避震器跟大家來做介紹 來 好 拿過來了 這個是前面 前面的避震器 前方的話這麼大一支 前方的懸吊系統啊 這個叫賣花層 賣花層它的工作會比較辛苦一點 它的工作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這個上座下方裡面有一個軸層 所以它上座避震器的話還要負責旋轉 所以它的避震器這麼大一個 那這個上座啊 這個角度應該很清楚 它上座是有一個斜度的 有一個斜面 所以這個上座在設計 或者是在開發的時候 這個斜度就要做得非常精準 不然它上座的一個壽命就會比較短 那為什麼不要沿用原廠上座 當然啦 這個車還很新 都不到 這是2019才上市 都不到兩年 它的上座啊 都還規格 它的品項都還OK 可是如果啦 這個車的車齡到了8萬公里 10萬公里 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說 那問題來了喔 那沿用原廠上座一裝上座 如果有原因的話 到底是原廠上座不行 還是KT的避震器不行 責任就很難理解 可是KT的是副總承建 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就是KT的問題 所以這個會比較 有問題的責任的歸屬 或比較親屬一點點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像這個的上座 這個上座 所以有一個軸心啊 這個軸心其實它有一個缺口 所以它上座 內部的話是有一個D型的溝槽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啊 再裝上去的時候 它是有方向性的 如果沿用原廠上座的方向裝座的話 就有可能會造成 傳統上面的縮短 或者是說 造成轉向會有硬硬的狀況 所以沿用原廠上座不是不行 是有很多的原則 需要去遵守 才不會有異常的狀況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當然啦 這些有一些小細節 這個是KT的專業 大家也有很多的 都看得到KT的努力 譬如說這個 這個是離載串 避震器上方 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那這裡會有一個離載串的連桿 連接到下方的防晴桿 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或者是這邊有 ABS感應線的塑膠扣具 或者是說這裡也有油管架 這些所有的細節 KT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給這一台RA4的五代來使用 所以做了很多的努力 前面真的很重耶 那我把鏡頭移動一下 因為今天沒有小編 我自己來移動鏡頭 來介紹後方安裝好的樣子 來讓車友們來了解看看 這個是裝上車的樣子 這個是後方的上座 這個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上座不太會壞 這個結構設計 如果有開過歐系車的話 大概車友就了解 這個上座它的結構設計 就跟VH的車系特別的像 鏡頭再移動一下 好 那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夾壁 這個是車的前方 前方的話這個夾壁 如果相同車系的結構設計 我們在福斯車系上就有看過 可是它的這個筒身的 鎖附的位置會比較偏向後方 這個是一個三角幾何 比較偏向後方的話 它的行程 它的長度就會做得比較長 那比較內側的話 這個筒身做得比較短 它的阻鈴軟硬度 因為力矩的關係 所以它的阻鈴就會做得比較硬 所以這些有很多設計上的細節 KT其實都有用心都有注意到 在上座的下方這裡 這個就是經理剛剛說的 這裡就是可以調整軟硬度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銀色的旋鈕 跟早上的RAV4的4.5代是不同的 這個結構設計是在這裡調整軟硬度的 RAV4是在下方 從這裡的話就能調整軟硬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然後在這個地方 鏡頭有一點看不太到 因為這裡太暗 這一個就是仰角調整器 可以從這個仰角調整器來調整 後方camper的角度 那線上有很多的RAV4 5代的車油 如果大家有想要問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線上發問留言 我會把鏡頭引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這樣會提出一點點 然後這裡有彈簧 彈簧的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那個叫High Low Key High Low Key的意思就是 你能藉由High跟Low高低的調整 來改變後方的車高 今天的車高 本來這台車大家都知道 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這裡大概是10公分左右 那預計待會是要降到 降到剩下4公分 也就是整體的車高會降低6公分左右 降低的幅度蠻大的 所以降低幅度大之後 後輪的角度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叫後輪的Camber 那Camber太趴的話 原廠沒辦法調整 原廠只能調整後輪的頭引這個竖角 那Camber的話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Camber的調整 只能靠剛剛橘色的那一個Summit的產品 來改變後輪Camber的角度 那我來介紹一下前方好了 前方的話在這裡 前面的話 重點剛剛介紹的 它的前面上座是有斜度的 KT也都是針對原廠上座的斜度下去做開發 所以上座KT就有附了 不需要沿用原廠 那這條彈簧剛剛4.5代 或者是其他的休禮車 或者是說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這一條彈簧就經常是蠻長上鏡頭的 它是一條200長燈籠型的彈簧 燈籠型就是上面跟下方是一樣大的 可是中間就跟我的肚子一樣是胖胖的 那這樣的彈簧在壓縮回彈的時候 它有一部分的力道會往兩旁去釋放 一般直捲式的彈簧 它壓下去之後就是這麼做動的 可是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一部分35%的力道會往兩旁釋放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跟線之間的距離 Pitch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彈簧的行程能夠壓縮的行程 會比直捲彈簧也還要多出35% 那這個意思太科學太數據了 簡單的來說像這樣形式的彈簧 它的乘坐感覺就會覺得比較舒適 比較適合像這樣家庭使用的休旅車 如果是開WRX 或者是開一些比較性能的車款 也許KT就不會做這樣的設計跟配置 因為RAV4大家還是在改裝時候想要的是穩定度 但是舒適度也不能犧牲掉太多 所以在主捏的調配在彈簧的設計上 KT其實都有注意到這一點 細節的部分所附的這些點 所有都是跟原廠一樣 離載串在這一邊 離載串的話也是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前面的調整軟硬度的部分 前面的調整軟硬度的部分 是引擎室打開 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 這個拉桿也很漂亮 這個是Carbon的拉桿 從這個地方 上座 這裡就有一顆旋鈕 可以從這個旋鈕來調整前方的軟硬度 那調整的秘訣有幾個 如果有裝KT產品的話 不會怎麼調整的話 可以聽一下經理的建議 在調整旋鈕軟硬度之前 還有一件工作還蠻重要的 就是要先把輪胎的胎壓壓壓 先設定好 那胎壓的話 像這樣的運氣車 通常原廠也會給一個建議的胎壓值 那冷胎壓的話 像這個輪胎鋁圈 輪胎的規格 原廠大概是32-35PSI左右 所以要把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設定軟硬度 軟硬度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一致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一次沒有關係 所以在胎壓設定好 軟硬度也設定好 安裝無誤的狀況之下 它整體乘坐的感覺 就會比原廠的穩定很多了 那也許啦 經理是老王賣光 所說的這些 也許不具什麼公信力 但是KT在台灣來說 有很多的經銷通路 北區有北區的經銷 中序也有中序的經銷商 南部的話 也有很多的店家 有安裝過五代的產品 有很多很多的車友 很推崇KT的產品 經理啊 在此謝謝大家 那如果啦 車友們對經理剛剛所做的介紹 不甚了解 甚至是覺得存疑的話 其實啊 誠摯的邀請大家 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團裡面 來預約看看 來試乘看看KT的產品 如果覺得試乘之後 有滿意再來考慮就好了 畢竟避震器的品牌很多 光KT的話 我們幫代工的品牌 就超過20個以上了 所以品牌有很多 選擇也很多 但是建議大家 還是得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產品 才不會花到冤枉錢嘛 好 那我們安裝差不多完畢 要準備上台 上台就準備試車 試車完畢之後 沒有什麼問題 就會做四輪定位 所以如果啦 車門有剛剛 遺漏到想要詢問經理的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 或者是說 我們也有LINE的連結啊 用公司LINE的連結的話 也可以詢問我們 但是 今天禮拜六禮拜天 是沒有小編可以回覆的 可能要禮拜一之後 才會回覆大家 那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